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英雄日常 這麼美好的早晨呢 我們就先來做個早操吧 國軍操預備 好忘啦 我們就隨便做好不好 做自己的就好 Let's go 哪要出門探險呢 其實要帶的東西很簡單 不要把它想的太複雜 越輕便越好 如果是我的話呢 一個郵差包 裡面有什麼東西呢 雨衣 衛生紙 手機 錢包 當然要有錢啊 基本上有以下的配備呢 可以應付一切的困難 有錢好辦事啦 最重要是哪一個不用我講了吧 其實呢 我是一個蠻害羞的人 要帶這麼大一台出門真的是 有點尷尬啊 這台是80D啦 我決定今天的探險 大家去試試看 以往都是用手機拍 但是覺得 畫面不理想喔 兄弟 靠你了 那各位呢 這一台就是我的戰友啦 一直以來呢 都是他在陪伴我 非常值得信賴的125 那這一杯呢 就 保不良示範好不好 一大早不應該喝這個 哈哈哈哈 好的 各位 我現在其實有點 失策 所有吃的都沒有開 對 他們都只開六日喔 所以不要說開店啦 連人都很少 我今天探險的方向一樣是山區喔 從台湾永康 然後往新化的方向 直直的過去 當然呢 如果我有騎過路我就 不會再騎啦 因為我的探險的原則就是 要玩到迷路才算探險 那這一路下來 其實這一條路 因為我從來沒有騎過 風景真的很棒 什麼叫做探險 就像我剛剛說的喔 當你看到一些沒有看過的人事物的話呢 基本上那就是探險啦 呵呵 對 前面的路還很長 而我的午餐呢 依然還沒有吃到 那有一個指示牌呢 距離關南娘 溫泉區呢 還有20公里喔 我決定呢 可能會去那邊一趟 那我們現在呢 就是要先去 先去吃點東西吧 真的快餓死了 呵呵 我早餐只有一杯清茶而已 下個地方再見 各位 有聽過電玩宅 各種類似的宅 但是有沒有看過 檳榔宅 你看 呵呵呵 超屌的欸 檳榔宅欸 好猛喔 是專門研究檳榔的那個嗎 各位 這個一定要給你們看一下 哇 呵呵 這個雲啊 這個霧啊 再配上這個 野性自然的叫聲 嗯 還有蚊子 原來呢 剛剛經過的是一個 大名鼎鼎的一個 175東山咖啡公路喔 應該有個二三十間吧 難怪沿路那麼多的咖啡店喔 害我呢 又想開一間了 等一下 我想開的東西也太多了吧 又想開極限體能網 又想開玩具店 又想開三間的咖啡店 夢想真難以實現 好 各位 那現在要換個器材啦 因為80D沒防水 等一下四萬多的機器就會這樣回掉 現在可能要去別的地方喔 我原本預計就沒有要回家了啦 原本預計就是要去 在外面住一晚 但是我發現這裡好像 住不起來 換個地方啦 蠻喜歡這種的 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的感覺喔 沒錯 我居然找到地方住了 而且是在館子裡 其實就在我剛剛要 離開館娘娘的時候呢 發現有一間 藏在門角落的 定價是2800元 少掉一個二 差不多對得起這個價格啦 嗯 掛了一部萊姬喔 出工機 電視 我的器材 我們是放圓背的 好 很一彎的居然有武器喔 然後接下來是重點來喔 你看你真的有耶 今天要在這邊出去玩喔 各位這就是為什麼 我喜歡自己一個人騎機車出去探險 非常的自由自在喔 騎機車探險 有什麼優點呢 騎腳踏車你會不會累 會累 你會騎不回去 騎機車的話呢 不用怕騎不回去 好不好 給它遊 它就會送你到你想要去的地方 第二點 機動性非常高 開騎車的話呢 有些地方你沒辦法到 而且你還要考量 一堆事情 有的沒的 騎機車 你只要有路就可以走 哈哈 各位這樣對我來說呢 才是真正的 享受人生了吧 哈哈 那其實呢 認真思考一下 昨天的影片 確實是有點 小題大作老 爆發的太 太衝動了 我都知道這個道理 但是就是忍不住 哈哈 昨天一整個晚上呢 我也是在冷靜思考 我到底需要 拍一些什麼東西啊 然後 XL 9man 聖結石 都來幫我 開導一下 呵呵呵 我居然被開導了 所以 你們也不用擔心 好不好 你們的留言我都有看 將近兩千多個留言 我都有看 非常謝謝你們 喔唷唷唷 iPhone就掉進去裡面去了 對 那你們也不用擔心 只是頻道的主軸變喔 以前主軸可能就是 為了小朋友 開箱玩具 是這個頻道的主軸 但是現在呢 我會盡量一握 探險 然後各方面開開眼界 這樣子 你這類型的題材 也就是Vlog啦 所以也不用擔心 那很有趣的東西 我一樣是會開箱給你們看的 對啦 就是這樣子啦 好的各位 是時候呢 我們也該出去找點東西吃囉 其實我還蠻擔心晚餐的部分 因為 這附近好像 除了那間萊爾夫以外 真的 沒東西吃耶 我們先出去看看 有什麼東西可以吃吧 好 真的是蠻酷的 好 根據老闆推薦呢 我現在 要 從這個巷子 感覺好像都沒開耶 我現在才看到原來 我住的這間 這麼 古早味的一個 入口耶 雖然說現在不封小了 哇 下大雨了 剛剛晃了一圈呢 我決定 騎車出去找找 可能是平日的關係吧 開的店不多喔 我想要擴大搜索一下 各位這個景色 非常的漂亮 我覺得 需要拍給你們看一下 這是一個 步道啦 可以輔測這一個 端子嶺的 溫泉屋喔 其實一個人這樣子 真的是 蠻刺激的喔 而且更刺激的來了喔 這我可能就不敢了啦 等一下你們往右看 這邊其實是有一個入口可以進去的 它可以通到很深的下面 這個 那我終於找到 地方吃飯了 等一下解釋給你們聽 好了各位 現在終於到我們的飯店了 那我來告訴你們 為什麼剛剛 找不到東西吃的窘境 首先第一點 開在這種溫泉區呢 或者說觀光景點呢 大部分的餐廳都是 和菜 和菜就是 我要一隻雞 一整隻雞 我要青江菜 一大盤青江菜 反正就是給很多人吃的那種 叫和菜 對 那我 只有一個人 你一個人走進去 他們就會用一種疑惑的眼神 說 你一個人可以吃多少 有沒有 而且他們店前面都會佔一個 類似代位的 代位不是說那種高級餐廳代位喔 是那種很 很鄉土味的 很有那種 小年欸 貴欸 那種感覺你知道嗎 誰敢進去啊 我只有一個人而已啊 但是 沒問題 我還是找到了一間 這就是 兩百塊的 山豬肉 肉不會太柴 肥肉跟瘦肉的部分的比例呢 又剛剛好 而且不會說太鹹 這其實可以拿來配飯的耶 你知道嗎 配飯可以吃好幾碗 那為了怕晚上被餓呢 我還特地 多叫了一個炒飯 睡覺前了 最後一泡 現在剛剛的溫泉水 真的有一種硫磺的味道 而且 鹹鹹的齁 以上呢 就是今天的 英雄日常 終於鼓起勇氣了 做自己想做的 一日探險 還蠻好玩的 雖然有點恐怖啦 因為你只有一個人而已嘛 不過 不嘗試過就不會知道啦 是吧 那還記得我們的規矩嗎 就交給你們囉 好啦 今天也是時候 該睡覺了 完了 各位 see you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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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